6种蔬菜根,中医好帮手,养生好疗效,你吃过几种? 菜根,相信在生活中,都是被大家所丢弃的,但是,你知道吗? 有很多的菜根,有很好的药用价值,是中医的好帮手,有很好的养生效果。 今天,来和大家分享几种,有养生效果的菜根,看看你,吃过几种呢? 第一种,葱根。 葱,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之一,日常做菜都会用到葱, 葱叶,而葱根会被大家所丢掉。 葱根,中医叫葱须,具有驱风散寒,解毒,散淤的功效。 葱根主治风寒头痛,喉疮,痔疮,冻伤等症。 别录,葱根,葱根主伤寒头痛,日华子奔草,葱根杀一切鱼肉毒。 V量,抗毛,葱根,葱根摇饱时防劳,便血腸癖成炙。 食物病 ya动死,治疗初期的感冒,鼻腮,吻一下也可以,葱根加葱白煮水,一日三寺。 治疗风寒虫感冒的方法,葱跟脸葱白整个切下,加几片生姜,一个陈皮煮水,水开后煮3-5分钟饮用 上火,风热感冒不能放香,治皮肤生疮症,可用大葱白脸根须起径捣烂,孵患处 第二种,蒲公英根 蒲公英是春天,很受欢迎的野菜之一,不论老人小孩,都喜欢挖蒲公英,但是,很多人只是挖取蒲公英的叶子,如果,挖蒲公英的时候带点蒲公英根,那么,在吃蒲公英的时候, 也会将蒲公英的根丢掉 但是,你知道吗?蒲公英的根,有很好的药用价值,对于排肝毒,降肝火,轻胃热,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蒲公英,蒲公英,最常用在需要去肝毒的病患身上 特别是蒲公英根,它是在许多预防C型肝炎中最重要的天然营养品 蒲公英,有人甚至认为,蒲公英轻胃热的功能胜过白虎汤,效用好于黄莲 而且,蒲公英轻胃热却又不伤胃气,适合人们长期服用 现代研究还证实蒲公英有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作用 所以,日常挖蒲公英的时候,可以带一点蒲公英根哦,用来炒制成蒲公英根茶,每天泡水喝,有很好的养生功效 第三种,香菜根 香菜,因为独特的味道,有些人是超级喜爱,而有些人则是超级厌恶 但是,很多的菜品中,都会用到香菜来点缀,用的也是香菜精液 香菜根同样被很多人给扔掉了 香菜根味心,性温,无毒 煮至消食,至五脏,补不足,力大小肠,通小腹气,轻似之热,至头痛 疗沙疹,弯,弯豆窗窗,不出,用胡蒙酒喷鱼换处,力出 通心翘,补筋脉,开胃 香菜根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,能够排汗退烧 更重要的是,香菜根还有健脾胃的作用,小孩很多时候,都是因为脾胃功能较弱而导致的发烧反复 此时,喝点香菜根汁,可达到双管齐下的效果 香菜根具和味调中的功效,是因香菜根心相生散,能促进胃肠蠕动,香菜根具有开胃促进肠胃消化的作用